台灣的餐飲業現在要力拼反攻了 因為台股接下來要進入的是掛牌的熱潮 本土的連鎖咖啡龍頭路易莎 在這個禮拜五就要登入新櫃了 這一張咖啡股的價格竟然是11萬8 而衛生紙的龍頭永豐時還有華景店新股 都要在15號進行公開申購 其中這抽中一張華景店竟然可以現賺超過8萬元 但其實這新股抽籤是有危險的 還是要小心注意 咖啡豆磨唇粉浇下熱水 濾出一杯杯香醇咖啡 主打評價精品化的本土連鎖咖啡龍頭路易莎 將成為餐飲股勝利君 路易莎就要在9月17號正式登入新貴交易 每股認購參考價118元 等於買一張股票就要11萬8 不只路易莎台股接下來也掀起一波新股掛牌潮 像是衛生紙龍頭永豐時 預計9月底轉掛牌上市 15號要公開申購 成燒價52元 對比14號收盤價等於抽中每張可賺1萬元 同樣9月29號要轉掛牌上櫃的華景店 15號同樣公開申購 成燒價125元 一張價差就高達8.2萬 也不會耶 我覺得運氣都是天注定的 不一定會有那樣的手機啊 大概10萬塊就會響了 就100塊 沒有 最主要是認識的公司啊 的確 如果抽籤時價差不夠大 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從賺錢變成住套房 像是雪角股八方雲集 9月9號才掛牌上市 僅僅兩個交易日就破發 13號收盤股價就跌破了 成銷價155元 14號盤中更一度跌破150元 讓小股民在網路上崩潰哭喊 這下真的變韭菜水餃 所身處的產業是屬於一個比較冷門的產業 或者是比較這個熱門的產業 產業呢 其實呢 大家去看一下 他們這個是屬於一個比較冷門的產業 就是說市場的關注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如果是從新貴轉上市上貴的話 那麼你就要注意看一下 它在新貴的價錢呢 它的股價呢 距離它的成銷價 它的距離是遠還是近 除此之外 專家也建議參與新股掛牌抽籤 還是要多多關注基本面再出手比較安全 東三財經新聞 柯黃明葉子晶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